经常在摇摆不定 因为世界上事情本来就是摇摆不定 经验是很宝贵的 但是经验是很可怕的 你不按照经验去走 你会吃很大的亏 你太固执你的经验 你就伤失了很多新的机会 所以一个人 扩大你的交友 千万记住 多请教少发表意见 有很多人有很多朋友 但是他没有长进 就是他只有一套 看他谁都拼命讲他那一套 你再多的朋友也没有用 有什么用 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医生做我的朋友 我见面抓住机会就问他 医院的事情对我有帮助 我拼命讲 拼命讲 我一无所得 交朋友是要增加见闻 不是老吹嘘自己那一套 你讲的越多 人际关系越坏 因为谁都讨厌 我们好不容易记在一起 你一个人把话讲光了 那我们还有没有嘴巴 我们还要不要讲话 一个人际关系良好的人 是多关心别人 让别人多说话 大家都喜欢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这是中国非常久远就流传 小孩子 有耳朵 有眼睛 没有嘴巴 你小孩有嘴巴干什么 有耳朵多听 有眼睛多看 少说话 智慧就增长